高雄騎經大街人真的好多 南臺灣太陽好熱情 絲毫不影響民眾到騎經遊玩的興致 有人搭著四輪車 愜意觀看美景 有人到了冰品店 涼快一下 烤魷魚攤販忙著刷烤醬 招呼客人業績搶搶棍 汗水浴場這邊人潮也是很多 沙灘上民眾席家帶券 用懶曬日光浴 帶孩子玩水 真的好開心 對 天氣很好 想玩水 現在人潮比較多 前陣子沒什麼人 因為有騎經券 是 六小孩 對 來 六小孩 廣濟公前有新的打卡景點 是否把臺灣燈會的副燈 龍騰獻銳移到這邊 另外騎經婚紗館前 圓滾滾的波波草 看起來也好療癒 到了晚上 騎經海岸景觀步道也很有看頭 藍色燈光打在沙灘上 彷彿看到馬祖的藍眼淚 不只是騎經愛河畔市集 同樣很熱鬧 有多樣餐飲 美式餐車還有文創小物 靜靜傍晚時 攤位前就出現排隊人潮 今天天氣很好 所以就來這邊走走逛逛 一些小點心覺得還不錯 振興經濟市府在各個景點 賣力推活動拼促銷 活絡高雄的觀光 華視新聞許富杰 謝玉欣 蔡孟俊高雄報導 我是陳雅玲 想要跟我一起叢林 掌握天下勢嗎 趕緊按下華視新聞 YouTube頻道的訂閱按鈕 開啟小鈴鐺 跟我一起探討公共議題 給您最專業的華視新聞